这男人没羞没躁 竟然当众解开裤腰带 掏出下身对着地上的酒坛撒尿 看得老板娘满脸羞红 急促地喘息着 于是于战敖一手夹起了她 直接抱进了卧室里 第二天 她指着老板娘九儿的房间大喊 我在这屋睡觉 我告诉你 她是我的媳妇 九儿没有回话 反而休脑地关上了门 因为她丈夫刚死 丈夫一死情夫就闹上门来 这可让她情何以堪 可于战敖不依不饶 抱着扑盖就进到她房里 但没过多久 屋内就传来一记清脆的耳光声 这人喝多了 把她脱出来 于战敖被狼狈地抬了出来 你这小娘们儿 裤了裤子还行 提了裤子你就不认我 两人相识在两个月前 九儿才19岁 却被迫嫁给50多岁的 酒房老板李大头 众人都知道他有麻风病 可心狠的父亲 还是将女儿卖给了他 只因为他能拿出一头锣子 作为彩礼 九儿就这样被送上了花轿 迎亲队伍热热闹闹地 走在黄土高原上 看到了教父于战敖精壮的身躯 惹动了他少女的春心 当地有一个习俗叫颠叫子 要把新娘子折腾出声后 才能停下来 见九儿一直沉默着不说话 教父们颠得更厉害了 一边摇一边唱歌调戏九儿 没怎么离过家的九儿 哪见过这阵仗 攒起早就藏好的剪刀 死死握进怀里 忍不住地哭出声来 哭泣声传到于战敖的耳朵里 他自觉玩笑过了头 赶紧吩咐众人将九儿放下 平平稳稳地带他往前走 队伍刚到一片高亮地 突然出现几声枪响 在高亮地里有人大喊 他是土匪图三炮 让他们叫出钱来 大伙下得赶紧把钱扔到了篮子里 解下裤腰带 然后蹲在轿子旁边 土匪拿了钱之后 对花轿里的新娘也动了心思 他掀开九儿的盖头 看他年轻貌美 顿时色星大起 还捏了一把女孩的小脚 马上开始动手动脚起来 他要求九儿下轿跟自己走 九儿没有惊慌 或许是认为自己的命运 就算是跟着土匪也好 也总比被一个麻风病人糟蹋的好 可临走时他不断地回头望向战敖 把他看作自己最后的拯救者 战敖明白了九儿的意思 心意横宁愿和带枪的匪徒作对 也要救出看对眼的女人 他突然起身把突三炮扑倒了 大火见状蜂拥而上 没两下就把他打死了 把头套拿下 才发现这人根本不是真的突三炮 就连枪也不是真的 于是九儿又坐回了教理 战敖看着九九不能回神 救了自己的英雄和他有了真正的接触 两人的心都越靠越近 直到九儿被送进了李大头的家里 战敖也没有马上离开 他一直注视着九儿的方向 相信只有自己才是能带给九儿幸福的人 入洞房的夜里 九儿不愿染了麻风病的男人碰自己 他怀里抱着一把剪刀 蜷缩在墙角以死相逼 可这晚没有英雄再出现 他的哀嚎划破深夜 引得九庄的其他伙计叹息不已 过了三天 父亲按照风俗将九儿接回家 可刚路过之前的那片高亮的 把他往高亮地里拽 但劫匪太过强壮 九儿根本无力挣脱 正绝望时 劫匪摘下了面罩 居然是于战敖 他直愣愣地看着男人 预想到之后会发生什么 心跳的鼻鼓还快 于战敖折断了四周的高亮杆子 平铺到地上 九儿被放在高亮中央 在天地的见证中 进行了淋雨肉的结合 之后九儿骑着骡子继续往家走 脸上难得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他知道男人还记着自己 那他之后的生活就还有盼头 刚到家 九儿的爹就叫他赶紧回李家继承家业 九儿和他大吵一顿 决定再也不认这个为了钱卖女儿的父亲 绝望地赶回李家 可他没想到的是 在他回家之前 李大头就被人杀害了 杀他的人不知所踪 九儿脱离了魔爪可又无处容身 他不敢进李大头的屋子里 只好在地上展开铺盖过夜 老伙计罗汉看着他可怜 在九儿身边喷了几口高亮酒 告诉他高亮酒能消遣病百步 让他放下心来 一晚过后 九儿容光焕发 他想到自己人生可以有新的可能 李大头走了 他就成了这里的老板娘 他叫住即将离开的帮工们 想代替李大头重新开启酒庄 他将李大头生前用的东西全部烧掉 又让人用高亮酒 把这十八里坡全部泼了个遍 以酒消毒 看着焕然一新的生活 九儿喜上眉梢 他将带领伙计们走上新的生活 这时醉醺醺的敖哥来了 他大声嚷嚷着九儿喜欢他 是他的媳妇 还把高亮地里发生的事都说了出来 九儿羞愧难当 用力把门关上 湛敖紧随其后夹着行李卷跟了进去 没一会屋里传出了清脆的耳光声 紧接着房门被打开 湛敖的行李被丢了出来 这人喝多了 把他凑出来 湛敖被四仰八叉地抬出来 可心里还愤愤不满 你这小娘们 裤了裤子还行 裤了裤子你就不认我 气得九儿拿起铲子就是一顿乱拍 令人把他直接丢进了酒缸 这时山上传来几声枪响 是真土匪三炮来了 他质问九儿是不是和李大头睡过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生气地谩骂一句就把他绑走了 还撂下狠话让装子李筹钱赎人 否则就当场撕票 而湛敖在酒缸里醉了整整三天 等他醒了一看 被赎回来的九儿衣衫不整 很可能是被人侵犯了 他怒上心头 无法忍受自己的女人被欺辱了 跑到突三炮的老窝里 突三炮让手下割掉他的舌头下酒 他假装磕头认罪 然后趁突三炮不备 一下起身扑倒突三炮 用刀架住了他的喉咙 想要为九儿报仇当场宰了这土匪头子 实际上突三炮并没碰过九儿 被麻风病碰过的女人他可不敢动 鱼战敖放下了刀刃 刚一走神就被土匪们抓住了 但突三炮竟他是条汉子 还是放走了他 没多久到了九月初九 正是到了酿新酒的日子 旧庄的伙计们干劲失足 九儿也加入了大伙们一起劳作 用自己的汗水第一次亲手酿出了酒 得到了红如鲜血的高粱酒 第一碗酒人们用来敬酒神 之后大伙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大笑着把碗摔在地上 这时战敖忽然来了 他把酒坛摆成一排 然后解开腰带往酒坛里撒酿 糟蹋了人们辛苦酿出来的新酒 可九儿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他原本以为男人看他受辱的样子后 转头就走 是已经抛下他了 没想到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战敖还说我来帮你干活 然后奋力地铲出酒坊里的高粱米 热腾腾的高粱撒在了九儿身上 也撒在了他心里 这次战敖再扛起他 他没有拒绝 两人一起回到了房里 天还没亮 罗汉欢天喜地地敲响九儿的门 原来战敖这一闹 反而让酒变成了极品的好酒 他让九儿给酒起个名字 因为酒庄处于十八里坡 于是酒被叫做十八里红 从此十八里红成了文明四方的好酒 酒坊生意越来越好 酒儿和战敖的生活过得美滋滋的 两人还有了个九岁大的儿子 但太平日子没过几年 日本人的公路就修到了青沙口 为了修路他们逼着村民采高粱 把自家门前的高粱地糟蹋得干干净净 又叫屠夫把人们养得马杀了 供他们烧烤 屠夫点头哈腰 只有一一兆半 但接着他就听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任务 将被包的人正是突三炮 他不干日本人的迫害 带领土匪们反抗日本军 但寡不敌众很快落入了日本军人手中 日本人威胁屠夫两仕途如果不包 就把他们给开膛破毒 无奈下屠夫只能靠近自己的同胞 狗 日本的狗 狗 屠夫却给了突三炮一个痛快 我操你日本祖宗 然后被乱枪打死了 之后日本人让徒弟扒了另一个人的皮 那个被抓起来的正是罗汉 就这样被活生生扒下了皮 原来罗汉加入了共产党 在执行任务时被日本人抓了起来 酒庄的人们都激愤不已 酒而天不亮就召集酒铺火急 在门口到上几碗好酒 是男人 把这酒喝了 天亮 把日本人汽车打了 敖哥带着大家唱起了敬酒神的歌 凌晨时分 一行人手拿家伙试上了青沙口 挖开土坑埋上地雷后 就藏在了一旁的高亮地里 可等了一夜日本人都没来 为了给战士们补充体力 酒而做出了好酒好菜 想送给伙计们 可惜错算了时间 日本兵提前来到 酒而就在一顿枪炮声中结束了生命 于战敖怒吼着点燃土炮 可炮却怎么也点不起 又拉响地雷 可又是一个哑炮 众人只能拿上最后的高亮酒 将其点燃 奋不顾身地冲向了日本人的军车 用燃烧的高亮酒毁掉了日本兵 一战过后 尸横遍野 只剩于战敖从尸堆里站起身来 还有他和酒而的儿子生还 在血色残阳下 整片高亮地都成了血红色 那是日史所代表的悲哀 那是被鲜血印红的高亮 那是人们痛失妻子 母亲的伤痛 也是对高亮地上人民最崇高的礼赞 高亮被践踏了 但还有许多高亮在疯涨着 那是华夏民族旺盛的生命力 生生不息的文明